會稱為冬季嘔吐病毒的是 糯糯病毒還是腺病毒 王寬奇今天過年才弄 怎麼種的啊 應該吃到這是被污染的食物 所以它不是飛沫傳染 其實傳染方式很多種 可是我是屬於腸胃白就很敏感 然後那天吃的那個年菜 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腺病毒呢 腺病毒它也會引起感冒症狀 也會啊 腸胃到症狀沒那麼多 所以腺病毒不是冬季嗎 它可能是比較是咳嗽流鼻水 請介紹 我們今天所有人的幾乎都是 都是二寶嗎 三寶嗎 那雞雞麥只剩一個 你要不要請那何醫師拿一本書 給你看一下 我有已經給了 他剛才摸了應該是 他還摸了宋子鳥了是不是 他還摸一下是宋子鳥 你說你摸到他的宋子鳥 我就摸到宋子鳥本城 來... 好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要開始了 各位 我們看今天的全民新攻略 進行第一回合 總達理時間一分三十秒 在這個二十四口信箱裡面 一共智慧新秘只有十五萬元 準備 蔡祖祕請出禮 父母錯了即時道歉 還是哭鬧時先不理他 可以培養小孩尊重他人的習慣 請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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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錯了即時道歉 為什麼那麼遲疑呢 我比較是屬於厚子 你是厚子 都差我兒子 要哭是吧 先哭 來 讓你先哭 對不對 是不是這意思 對啊 或者說哭啊 我沒聽到 我沒聽到 那種 我是那種 那你再選 為什麼要選第一個呢 因為我在想說 我的理性 理性是告訴我說 錯了要道歉 可能比較是培養小孩的一個 正確的方式 但是我的感性就會覺得說 不要再吵了 所以 理性和感性會衝突 請介紹 請 恭喜答對 好 聽我不是說 爸爸媽媽又永遠不會做錯事 所以你要讓小孩子感受到 你們還是在之間有平等的尊重 因為一旦爸媽做錯了 之後呢 有時候還會對孩子大吼大叫 指教孩子的行為 但你給孩子的是情緒 那孩子接受到的是恐懼 並不是教育 所以呢 父母在做錯事情的時候呢 即使給孩子一個就是道歉 然後呢 或者是你的承諾 並沒有完成的時候呢 也要跟孩子說一個對不起 那其實會讓孩子覺得說 我們彼此之間呢 是有互相尊重跟溝通的空間 首開記錄 啾啾麥 智慧心碧 請選擇 我選八樓之六 八樓之六 準備開箱 恭喜七千耶 不錯耶 算高 這個算高的 算高的 好 再出下一題 被稱為冬季嘔吐病毒的是 糯羅病毒還是腺病毒 請選擇 好 屈愛玲 應該是 什麼 糯羅病毒 王環奇今天過年才 糯羅病毒 對啊 這題我竟然沒有搶到 真是太可惜了 受害者 受害者 對 你就糯羅病毒 對 糯羅 怎麼種的 應該吃到就是被污染的食物 所以它不是飛沫傳染 其實傳染方式很多種 可是我是屬於腸胃 本來就很敏感 然後那天吃的那個年菜 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現成的年菜 糯羅病毒是冬季偶吐病毒 那腺病毒呢 腺病毒 它也會引起感冒症狀 也會啊 腺病毒到症狀沒那麼多 所以腺病毒不是冬季嗎 它可能是比較是咳嗽 流鼻水 它的腸胃道症狀 沒那麼明顯 對 它不會反應在腸胃道上面 比較不會 糯羅是可以重新 糯羅病毒 請介紹 好 糯羅病毒呢 因為它常常伴隨著 噁心啊 嘔吐的一個症狀了 所以它因此也被叫作 冬季嘔吐病毒 同時呢 它也可能會覺得說 整個人累累的啊 味冠啊 那種感覺出現 不過呢 也要提醒大家 除了這個糯羅病毒啊 它非常重視呢 就是我們要做好這居家的清潔 個人的清潔 盡量避免吃生食 生冷的食物之外呢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們大家會覺得習慣用消毒 是用酒精 但是呢 針對糯羅病毒 酒精消毒是沒有效的 你必須要用稀釋過後的漂白水 所以這一點呢 也要特別注意喔 來 黃文杰 不好意思 陳哥抱歉 插播一下 那個糯羅病毒它也叫R0 就是一個人可以傳幾個人 像COVID-19之前的話 最早是5到6嘛 後來變10 那糯羅的R0值是7.2 對 所以一個人可以平均傳到 7個人左右 也滿高的 對 所以還是要非常非常注意 來 剛剛誰答對了 許愛玲 就是妳 請選擇 6樓之3 6樓之3 開箱了 1萬1耶 謝謝 加油喔 再出 下一筆 強行沉迷網路 會造成情緒衝動控制力差 還是容易以自我為中心 請搶答 很好談 許愛玲 妳的案子好準喔 來 情緒衝動控制力差 為什麼 她不就沉迷在那邊嗎 對啊 可是在裡頭就是 她第一 她沉迷 就是因為她沒有 自我控制的能力 然後再來就是 在網路事件 因為她的那個訊號 都是非常的短暫 短暫 短暫 所以會造成她的情緒 就是沒有自我 沒有耐心 我不曉得這心理醫師 感覺是不是這樣 OK 其實我會先想了幾個點 包括我想我可能會選擇 就是跟那個 愛玲姐一樣的選項 那主要理由是在於說 第一個就是 她延遲需求滿足困難 因為很多的想要的東西 都是即時回饋 在網路系統的時候會這樣子 然後另外再加上就是說 因為也 其實坦白說 這題真的有點困難 原因是因為 缺乏同理性的部分 也是有 因為也有人提到過說 就是 對 網路成員種人 對 她就是社交方面 特別是同理性 特別弱 對 特別弱 對 所以很難 她只跟她對話 她沒有跟人對話 所以她的情緒也 情緒控制也弱啊 她的情緒是比較彰顯 比較強烈的 對 喜怒愛樂 都是極致的意思 對 是 OK 請揭曉 掌聲鼓勵 一定要提醒各位家長 一定要控制你們家孩子 在使用3C產品的時間 因為你知道嗎 如果長期沉迷在這種電玩的世界 它會導致我們大腦的血流量變少 因此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認知 專注度 以及甚至情緒控制的能力 而且當你越想開始 接觸3C產品的時候 甚至會影響到我們大腦皮質的發展 所以對你的IQ也會退化喔 四位請閉 再選擇 七樓之一 準備開箱 哇 年紀很好 1萬元耶 再出 這裡 能量飲料還是奶茶 過頭飲用可能會導致頭痛 以及睡眠問題 請看 林佳怡 快 能量飲料 為什麼不是奶茶 因為能量飲料 它就是我的感覺啦 咖啡因嗎 它是讓你過度的 使用你的身體 OK 所以當你要休息的時候 你反而過度的疲勞 我的感覺是非常有動 對 能量飲料 請介紹 非常好 好 因為能量飲料 它其實會有提升洗腦的作用 是因為它裡頭還有了咖啡因 而且它的咖啡因含量 是一般的濃縮咖啡的三倍 所以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在喝能量飲料之後 它又很容易快速吸收 就會比較容易造成我們太亢奮 甚至容易造成細血管疾病喔 來 請選擇 八樓之四 八樓之四 準備 開箱 你 誰的帳單 你抽到了新朋友 新朋友 何秉諺 何醫師呢 何醫師 好大 賣東西花很多錢嗎 好大一份喔 有線電 還好啦 還好 有線電視的腳飛單 還好 三千零四十八而已 還好 OK... 還有一分零一秒 請把握 再出一下你 飛書包時應該要下緣超過骨盆 還是盡量貼近背部 可以有效的減緩肩頸酸痛不適 請選擇 啾啾咪 好... 盡量貼近背部 下緣要超過骨盆 合不合理 不合理 太重了 太...那個會下垂 它整個往後 會感覺一直往後拉 對 骨分在這裡 簡單的物理問題 骨分在這裡 所以背包都會有個腰帶 會讓它盡量 hold在這個位置 對啊 盡量貼近背部 請介紹 非常好 好 要跟大家說 其實其實常常在書包裡頭 都放了很多的重物 所以因此背書包的姿勢非常重要 因為一旦你的姿勢錯誤 很容易會造成脊椎側彎 所以像是這個書包的背帶 也不能夠太細 因為寬一點 比較能夠幫助我們分散壓力 同時這個書包的大小 盡量是不要超過我們的上半背部 就整個背部的大小 然後不要超過這個頸部以上 也不要低過我們的這個 腰側屁股的左右的這樣一個位置 然後盡量貼緊背部 才能夠讓整體在背的時候 是最安全的 請選擇 好 想講 六樓之二 準備開箱 十四 兩千元 恭喜 請把握剩下的五十一秒 大概還有個五六題 還有五六題 請出題 請出題 學愛黎 這個真的不知道 所以呢 直接說是 荊棘 為什麼不摘鳳梨 應該是在於說 鳳梨可能比較是熱帶的地區 歐洲並沒有鳳梨這種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比較經濟 因為鳳梨我覺得是比較 會比西嫂才就張型了 淨棟 對不對 那可能呢 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以前歐洲都會覺得 好像就是來自於亞洲 十八世紀喔 對啊 十八世紀 一七多少年喔 熟 熟 腳呢 熟 對 十八世紀的時候 荊棘 請介紹 鳳梨 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啊 它鳳梨是非常少見的 那如果呢 你是這個富貴人家 你為了要彰顯自己的身分不凡 就要在餐桌上擺放一顆 正常人家都買不起的鳳梨 所以當賓客來的時候呢 看到你家裡頭有鳳梨 就會覺得 這個人真的是有家底 但是呢 這個鳳梨他們又捨不得吃 所以呢 其實啊 會有人喔 他特別買了鳳梨以後 租別人來用 然後呢 就是當你接到完賓客啊 這個鳳梨呢 就可以再退回去給本來的主人 就是做做面子而已啦 再租下禮 使用排卵 針刺機排卵 可能會出現更年期起早到 還是尿量減少 請教他 奇怪 你怎麼搶得到 他們也搶得很壞耶 真的 對 搶不到 壞了 我剛剛就是聽到 因為王文綺很會按 你知道嗎 奇怪 今天就反而沒按到 而且到頭 我就用左手了 本來想好用右手 第一人用右手了 就用左手了 來 你說話 完蛋了 我不知道答案耶 有醫生在啊 醫生在 葛大醫生會 想救 要趕快回答案 做答案 林佳儀 跟年期提早到嗎 起揭曉 好 因為呢 其實當我們呢 在這個一般來講 會有很多個綠炮 但是呢 只會有一個成熟的綠炮呢 它會成長長大 就會壓縮其他的這個小綠炮 它們成長的空間 那當我們打排卵針的時候呢 是讓這一些呢 本來會被犧牲掉的綠炮 也都能夠同時的成長 然後才能夠去做取卵 所以它其實並不會去影響到 我們本來更年期的週期跟時間 有沒有量量會減少嗎 因為我們如果打了 這個排卵針之後呢 這個量如果達到刺激 到這個卵泡非常的多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卵泡裡面的卵泡液 它會把液體把它吸收進去 這個卵巢也會擴大 那如果我們在行動的時候呢 這個卵巢接受到摩擦的時候 這個卵巢表面會分泌出液體出來 所以我們體液反而會流到 這個腹腔裡面去 那一旦卵巢被過度刺激之後 液體都進到腹腔裡面 我們血管裡面的這個水分 反而會減少 就少了 所以尿量就會減少了 懂了沒有 懂了 大概就剩四題的親愛的朋友 卿穎 助理 幫助球員他們會在眼睛下方塗黑線 其原因是要降低曬傷可能 還是要減少陽光折射 堅持吧 合 麵 餅 何意思 減少陽光折射 來 卿穎揭 對 就送燈送場對不對 對 來 直接選 好 好好選 你的智慧 八樓之三 智慧行幣在八樓之三 嗎 開箱 蠻好笑的 好 一千五 還是有 還是有 過大了 過大了 恭喜你脫平了 脫平 脫平 再出 下禮 請就答 王環奇 你搶到了 終於搶到了 基本上我想大家應該不會太鼓勵血統 所以我才猜米克斯 而且米克斯也比較聰明 獵犬的行動力跟服從能力 把牠丟回來 老遠牠就要把牠丟回來 是 可是我想的是 因為畢竟純種狗的話 長期間很容易就是近親繁殖 所以久而久之之後會影響到 牠的智力跟牠的一些行為 所以我會先猜米克斯 因為也是有機語就說 那個就是鼓勵大家 就是以領養代替購買 牠有寓意的 牠有教育寓意 很棒耶 這就是王環奇這個人 你知道嗎 很棒 請介紹 好 格勒伊獵犬 牠的行動非常的敏捷 你知道嗎 牠跑起來的時數 可以達到七十幾公里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但是它是迅如閃電 但不一定很有忠誠度 但是米克斯的忠誠度相當的高 而且牠一生只認一個主人 準備脫皮 來 好 那 七頭之二 準備開箱 好笑的數字來了 六百元 我就知道這真的我嘛 因為每次我都選七頭之二嘛 這針對我 再出下一領 曾發表過一篇科普文 介紹大家認識相對論的知名作家 是梁啟超 黑市徐志摩 請出來 徐愛玲 梁啟超 為什麼不猜徐志摩啊 牠不是康喬嗎 康喬 牠在TAS咧 康喬 牠在維格咧 牠真的是康喬大學沒有錯 徐志摩是獅子嘛 對不對 所以相對論是比較浪漫 浪漫 那個是科學 梁啟超 請介紹 徐志摩 好 其實在那個年代 大家開始推廣 德先生跟賽先生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 一些科學知識 所以徐志摩他雖然是一位虛人 而且是一位浪漫的文學家 但他同時也是一個科青 就是希望可以告訴大家 更多科學知識的青年 所以他其實也寫了 愛因斯坦的相對主義物理界大革命 而且這一篇文就收錄在 徐志摩前集當中 你知道徐志摩分享這篇文章的時候 才二十多歲而已 對啊 二十三耶 能夠了解 相對論實在是不簡單 二十多歲而已 一個大學畢業生 對 太感人了 真的 八秒鐘 最後一題 請注意 根據研究指出 十二歲以上還是六到十歲的人 接種新冠XVB疫苗 對於輕症的預防效果最佳 請查看 來 準備脫貧 林佳穎 六到十歲吧 我也不知道 請揭曉 妳今天 妳今天會滿辛苦的 好 根據加拿大的最新研究 告訴大家 如果接種了這個 新冠的XVB疫苗 對十二歲以上的預防效果 是最好的 就是在這個輕症的部分 保護的效益 大概也可以達到五成左右 大家獎金報告一下 王綺 脫貧了 六百元 何彥炳 何役是一千五百元 9900元 好 這個康舒恩的淡薄名利 淡薄名利 搶不到 但最起碼你贏過林佳穎 曲愛玲 兩萬一千元 林佳穎負的三千零四十八元 兩個最高並列的是 陳惡宜跟曲愛玲 掌聲鼓勵一下 小鈴鐺 請示範列 快點來訂閱